作为一个盲人 可能正常人想不到的一种方法 是把一个球灌在碗袋子里 拿手段可以踢出去 然后再拉 在中国的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 诞生了一个不普通的盲筒 一颗普普通通的盲人足球 载着一位盲人不普通的足球之梦 也在黑暗中 开启了他生命之中的 另一扇光明之类 在黑暗中 就是幸运的 因为像残疾人很多 但是像我这样能走到这一步 像这样幸运的很少 我这份改变和这份幸运 跟足球有关系 很有关系 六年的足球生涯 带给他生命中许多的第一次 残缺的生命 因为足球开始改变 六年来 记者用影像记录的点点滴滴 见证了毛族小子 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经历 和那份追求美好生活的执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